位于中国传媒大学的这栋四层小楼,是崔永元的口书历史研究中心,也是他送给母校的礼物。 走进这栋看起来低调朴素的楼里,几千件整齐排列的收藏品令人眼前一亮。 这里设有口书历史、电影、连环画、老艺术家、书画等七个博物馆。 既有百年前的钢琴、书本,也有几乎所有名家连环画的手稿。 既有民国以来的电影海报和杂志,又有老艺术家们生前房间的真实还原。 而这些仅仅是崔永元所有收藏的冰山一角。 这儿并不仅仅是博物馆,也是同学们的自习室和教室。 崔永元说,要让同学们在这里真正触摸和感受到历史。 好听吗? 这个音乐有点熟,但不太知道是什么。 还得咬,算数不够。 不知道,他们说是美国二战还是一战的歌曲。 这你从美国逃来的吗? 对,像这些东西,其实我觉得特别想让他们看,然后自己动手玩一下,觉得一百年前的声音,让大家听着。 我们大概有几千种老的课本,从清朝开始,清朝民国的各个年代的课本。 这是1928年的书。 哦,哇,北京。 嗯,非常漂亮,实际上是介绍,介绍中国,介绍的整个中国。 你看那时候的书,有这么好的。 很棒的。 这是跟我女儿学的,她四岁的时候弹钢琴,学了这种。 她多少期了? 她早都不学了。 不学了? 她寻回的放映。 就可以把刚才你看到的一些导演,每个都介绍给你。 我给她完整的,我看得起了个都起了,我觉得,这时候觉得真的是,出少时间了。 对,对,对。 真的啊,身体不太好,我眼睛看不到。 她得有90的,对。 90,对。 对,对吧。